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立體跟練習 這是立體 他說佑竹有六個事件 要我排四序 你看得出來哪六個事件嗎 立言跟殺言成績 兩個 言脈跟斷辰 兩個 四個 下面一個青池 最上面一個青池 兩個青池 所以才有六個事件 請你排誰先發聲 誰後發聲 一 立言先成績 你們知道 最下面 最下面的最早發聲 疊姬法則 底下的先發聲 上面的後發聲 下一個 是誰 那個青池 因為 原始誰名譽 不平有事 國中說就要發聲青池 所以有這個青池完 青池完發生誰 上面疊了一個殺言 所以下一個是殺言的成績 殺言成績 下一個 殺言成績完 有斷層 有鹽脈 誰先 圖上面是什麼 斷層 切鹽脈 所以鹽脈先嘛 鹽脈有切開這所有的成績跟青池 所以鹽脈子彈 成績的後面發聲 誰下個發聲的叫做 鹽脈 注意上面的熔鹽流 這種鹽脈是有噴出來的 上面就會有熔鹽流 除了在底下沒有噴出來的一坨深層鹽 一坨深層鹽 這種底部比較少 我出過 但這種沒冒出來的比較少 都已經比較少 噴出來的鹽脈有熔鹽流 就要看到有熔鹽流 好 然後這 再來發聲是誰 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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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鹽脈 一定要發聲斷層 最後是現在的侵蝕 然後就把這個熔鹽流給侵蝕掉 熔鹽流給侵蝕掉 就變成現在的侵蝕 但是排完次序了 然後以後就人家就問 請排次序 人家就問 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鹽脈比利言先發聲錯 鹽脈比利言後發聲 好 最後一個 這個 例子作用 是 斷層錯 最上面的清洗 有進入直接的問題 就是 我們的練 讓各位舉個例子 跟你說明 我們如何去 看斷 事情的發生先後事序 這就是我們考試的內容 OK 接下來換各位練習 他說這個圖上面有八個事件 你看出來哪八個事件嗎 ABC三個成績 上面寫了三個青石 還有一個假鹽脈跟乙鹽脈 所以總共有八個事件 所以圖上面有八個事件 請你排這個八個事件的先後事序填上去 數字小代表先發聲 一就是最早發聲 八就是最後發聲 請把他填上去 現在洗 然後 當會抽到 你就唸給我聽 你的治癒什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來 這裡有八個事件 八個事件 這裡有八個事件 請你在上面寫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表示最早發聲 八表示最後發聲 然後你就有個次序 當會抽到你 就唸的次序給我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的次序是這樣 唸給我聽 他的次序是什麼 這裡有八件事 這裡有八件事 八件事 請你寫他的次序 一代表最早發聲 八代表最後發聲 所以他的次序是什麼 這八件事情 有三個成績 有三個青石 有兩個眼脈 有三個成績 三個青石 兩個眼脈 這裡有八件事情 請你把他的先後次序排好 數字小代表先發聲 數字大代表後發聲 一代表最早發聲 八代表最後發聲 你就寫了一個次序 當會抽到你 你就把你的次序唸給我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唸給我聽 看你的次序是多少 可以嗎 OK嗎 好 來我們抽一男一女來回答我的問題 我們抽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來回答我的問題 我們先抽這個人叫做 三十號 再抽一個女生 三號 好來 先看三十 你的答案電給我吃 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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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五三 五三六八 七四一二五三六八 請坐 三號 你呢 跟他一樣 七四一二五三六八 請坐 你們兩個答案都是一樣的 OK 答案 七四一二五三六八 有人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排次序 這就是排次序 OK 就是考這個 請你排次序 誰先發聲誰 後發聲 沒有問題 很好